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蓝营大力炒作蛋黄买不到蛋 原本郭台铭讥讽政府圣诞快乐 没想到郭台铭今天在脸书发文 圣赞政府是行动内阁 苦民所苦 蛋黄问题果决行动 这郭台铭怎么会突然转弯呢 是看到什么风向又改变说法呢 还是被发现他的永龄农场有在卖蛋 而且一盒12颗卖200多块 这是鸡蛋界的iPhone要卖给谁呢 如果真的缺蛋 想选总统的郭台铭 要不要降价大特卖 提供给中和的老人家补充营养呢 每天能够吃到蛋的艺人严亚伦 被蓝营骂智障 今天在脸书道歉 说自己缺乏同理心 结果引来更多人说 为什么要道歉呢 每天吃蛋错在哪 那如果颜亚伦缺同理心 那蓝营的同理心在哪里呢 为什么煽风点火 制造恐慌的人不道歉 那国民党发言人还去价格比较贵的 百货公司的这个超市说 货架上只剩一盒300多元的高级蛋 实在买不下手 当然啦 被你们渲染炒作 平价蛋能不被抢光吗 那尤其国台办说 台湾的蛋价呢 每颗贵15到20元 那这是国共合作扰乱台湾的背后 隐武者吗 还有民进党选前退出北北极桃 1200元的月票 国民党当时批骗票 选后呢 中央依然兑现支票 结果国民党现在居然说 蔡政府从善如流 北北极桃的市长呢 把中央的政策支票 变成自己的政绩了 公然挂地外部 欺骗说谎 脸不红气不喘吗 另外俄战争 今年满周年 全球关注 乌克兰却一直把台湾相提并论 因为大家担心 中国习近平 会不会学普丁一样 对台湾动手呢 所以华尔街日报披露 因应中国的威胁 驻台美军会扩增超过四倍 国军也将派 联兵营赴美受训 这是台美军事交流的重大突破 那外交层面布林肯说 台海危机非中国内政 要是台湾受中国的侵略 对全球经济有毁灭性的后果 但是蓝莹却在散播 美国毁灭台湾计划 在讨论台湾沦陷后的事件 还说没发生不代表没剧本 这些人背后目的是什么呢 怀疑美国相信中国吗 那联合国大会 昨天通过要求俄军撤离乌克兰 中国又弃权了 证明中国所说的站在和平一边 根本是谎话 还有林明珍宪府五年出国133次 看不到报告 到底是公务出访还是快乐出游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新家来宾首先是 民进党立委郭果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周玉寇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浩大家好 好 再次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浩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最近淡价问题真的是 吵得真的是整翻天 那我们看到三天前才炮红政府 嘲讽圣诞快乐 那郭台门今天却在脸书发文 他怎么说 他说行动内阁苦民所苦 淡荒问题果决行动 官员肯面对问题努力解决 是政府致力国泰民安的体现 我有没有看错 郭台门今天怎么会突然 这个转弯呢 请教瑞德哥 到底是什么原因 怎么会突然之前骂政府 现在呢 却在盛战政府来 因为连日本的AV旅游来台湾 都不小心拍到台湾的便利商店里面 满满都是茶叶蛋 因为这些事情啊 所以造成了郭台铭要主攻击 我告诉各位 郭台铭之前啊 嗅到了那个攻击的味道 所以呢 他马上就淡的问题呢 加以攻击批评政府了以后呢 有没有达到效果 当然有啊 有达到效果以后隔天 同样要选总统 不好意思开口的新北市长 胡友宜马上加码嘛 马上跟进嘛 那结果到后来发现 那么台湾有没有缺蛋 有部分缺蛋 但是没有 我已经在本节目讲过了嘛 比起去年缺蛋的状况 今年事实上 微乎其微 差太多了 去年过年前 我一整整一个礼拜没有蛋吃啊 是除夕一夜的那天早上 在饭店度假的时候 才吃到第一颗荷包蛋啊 然后呢 郭台铭他们呢 包括蓝营的 要全选总统的 还是这个连对岸的 国台办的发言人 朱凤莲都说 台湾每一颗零售蛋 一颗都要加15到20块 公然制造散播假新闻嘛 为什么 就是要造成全台恐慌 这几天自从郭台铭啊 包括侯友宜啦 包括国台办他们这样讲了以后 台湾有没有缺蛋 有缺蛋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拼命去抢蛋啊 本来没有缺蛋的 本来因为蛋储存期限 事实上很短 它的这个等于冷藏蛋 最多最多也不过一个月 但是最好不要这样 因为蛋一定要吃新鲜的 但是你平价蛋的话 那个储存期限更低 就是常温蛋 那个储存期限更少嘛 可是过去我们顶多 可能一个礼拜买个一盒啊 或两个礼拜 每个一盒这样放着嘛 可是现在呢 大家都说没蛋 没蛋呢 你今天跑去买这家没蛋 你一口就买好 就跑好几家 本来买一盒就买三盒五盒 这样在囤蛋嘛 他抢购 那当然这几天会没蛋啊 为什么 就是被你们这样子 不断的制造恐慌 所造成的嘛 各位 2018年啊 就因为一篇报道 说卫生纸要涨价 全台湾抢了 1380万条的卫生纸 不可思议啊 半年的卡层齐没了啊 你知道吗 也造成民进党的惨败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 那么制造恐慌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嘛 他们怎么说 到昨天都还有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说 那么包括这个 小七在内找不到茶叶蛋嘛 各位 那请问我昨天晚上 是看到鬼吗 是看到鬼吗 请问这不是满满的茶叶蛋吗 都是蛋 这不是茶叶蛋吗 就在刚刚 我吃午餐的时候 还加了一颗 所谓的这个叫卤蛋 你知道吗 所以有蛋 但问题是 你说够不够 不可能平均分配的够 那么根据农委会所提供的资料 一年365天 台湾人吃了350几颗蛋 那平均一个人 那你就知道 是不是每天大家都把这个蛋 蛋饼做蛋饼的啦 然后呢做早餐店的啦 那很多人习惯荷包蛋啊 大家都习惯蛋包饭 大家都很习惯了嘛 可是问题是 今儿那么因为禽流感 因为气候 因为很多的因素 蛋价贵 蛋价高涨 大家都在说台湾的蛋价贵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一波一开始 他们炒作 蓝营在炒作 是在炒作这个所谓的 那个相关的蛋价变贵了 物价变上涨 是在炒作这个 炒作到后来 到了郭台铭这边的时候 就突然间变成 大家都没蛋了 大家去炒作蛋 我问你 我个人最喜欢的 日本北海道的白色恋人 为什么不接受 上路订单了 没缘啊 日本也没蛋啊 日本也没蛋啊 日本的蛋 现在很多地方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日本吃拉面 一定会有半个蛋 对不对 现在连这些蛋也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禽流感 比台湾更严重嘛 日本的蛋价一公斤75块 40年来最贵 我讲坦白跟台湾不相上下 我讲坦白的 美国更是我们的两倍以上 你怎么会说 连来讥笑我们的 中共国台办的朱凤莲 中国的蛋价都在涨 你怎么不讲 你怎么不讲 因为台湾 我当然知道 通膨会造成 大家老百姓 这个心里面的负担 你买东西变贵了嘛 那有的卖便当 什么东西都要这样 这一点政府确实要注意 如果没法 你6千块要做什么 6千块可以让你吃多少蛋 买多少蛋嘛 但是请不要制造恶意 制造恐慌 那郭台铭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个今天又赞扬了这个 本来被他骂的这个农委会主委 这个陈吉仲啊 我就跟你讲说 你又都可以来台湾轻松拍到 便利商店都是蛋嘛 所以显然 这个操作的手法到今天来 很多地方 大家很多地方看出 看出 没有他们讲的那么严重 那么可怕嘛 那所以 现在东风来得多快 马上就来 你知道吗 他不再不跟东风走 对不对 那AV女后的话题 会不断的扩大嘛 所以呢 他们现在赶快转风向 赶快去称赞这个陈吉仲嘛 不过 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了 我刚刚已经强调了 去年的过年缺氮比 现在更严重嘛 所以这次陈吉仲农委会主委呢 他们花下10亿要去改善台湾的淡季的生产环境 然后呢 每一年的 每一年过年前后天气冷啦 这些因素啦 情流感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应该要未雨从谋 不要让每一年的这种状况重新再发生嘛 然后你也不要忘记 哎 高雷才算贵的一顿两百块 高雷才算贵的一顿五块而已啊 对 那难道陈吉仲 这个等于说也要负责吗 但问题是 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我再次强调 身为农委会的主委 对不对 你要掌控的是 全台湾所有的民生用品 跟大家息息相关 这一波为什么人家可以炒作的原因 是因为确实有人买不到蛋 吃不到蛋嘛 尤其那个平价蛋的 我在本节目讲过 我女儿做蛋糕的时候 我个人的那个等于说 感受最深刻嘛 所以呢当平价蛋 买三箱只是要两箱能送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农委会既然去年就知道 今年就不应该让它发生嘛 那发生了以后要赶快去解决嘛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 明年再遇到同样的状况 不能再出来道歉 明年台湾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才是负责的政府 对的确 当然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已经道歉了 当然他也是努力的去调度 那现在呢 其实普通人一般人 其实都是吃的到蛋 也买的到蛋的 但是有人似乎就是故意在炒作 比如说国民党 就特别去跑去什么这个 最贵的百货公司的超市 据说这一盒 是什么300多块的蛋 说他买不起 那再来呢 这个郭台铭 因为他这个大转弯 让他觉得非常的讶异 那昨天其实我也错怪他 我说郭董呢 这个一定是不懂蛋的产销 结果后来也发现 原来他有个永临农场 他也有卖鸡蛋 而且卖的蛋还非常贵 一盒200多块 来这正好 这个我们说 郭台铭会转弯 难道是因为被发现 原来他有个永临农场 但是呢 那我也好奇 如果他真想选总统 他的永临农场呢 蛋不就应该拿出来 大特价吗 来给综合的老人家 给他们补充营养吗 确实是这样 郭台铭第一个写这个蛋的时候 我就说了 以他的高度 他要选总统的人 他要理解方 他不能只点出问题 对不对 就比如说只点出问题 连政论评论员都不太合格 对不对 点问题大家都会啊 没大没大 烂政府 这个政府下台 那请问你当总统 你的农委会应该怎么做 你的解方是什么 你能不能应用 你现在社会影响力 帮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他应该提解方 那时候我就说 结果呢 果不其然永临农场 还真的有蛋 那他当时就应该大放送啊 对不对 他当时就应该说 我永临农场挤掉多少颗蛋 然后给中低收入 他那一盒两百多块 马上特价五十块 对啊 又五十 甚至比较卖的嘛 我就挤掉给政府 让农委会来配挤嘛 对不对 你都没有做 结果现在被抓爆 这不是很巧吗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今天这样转弯 称赞民进党政府 是行动内阁 我看 我这个首富的高度比较高啊 我的层次不够 我看不太懂 为什么要转弯 听得很不习惯是不是 很怪怪的 不是这跟我们一般 在做政治上操作不太一样嘛 对因为 现在确实 都会开始揭露 可是完全事情还没解决嘛 站在政治上操作 你该继续操作这件事情 对不对 等到真的 但人家完全解决 完全回稳了 你在称赞都OK啊 各况 你现在要争取 进入到国民党初选 你这样转弯 绿的爽歪了嘛 国民党一片错愕 国民党一片错愕 错愕是吧 这个这两天局势是 郭台铭拿了大喜 一堆国民党 往后面跟 杀 杀到一半 郭总转弯 先下课 那请问 老大转弯 你后面拿刀的小弟怎么办 看 哎 杀到什么 杀到 对不对 民党收兵吗 对 可是我记者会都开了啊 很怪啦 就是 首付高度我看不懂 所以我在那边领通告费啦 所以他首付 看不懂 看不懂 好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回过来谈 民进党面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跟去年比 这次应对好很多 真的好很多 去年126大败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说 不要用理性的逻辑 去解决人民感受的问题 我公开讲 周大哥应该也有印象 什么意思 那时候我就说嘛 疫情就是有人失业 你不要跟他讲大环境 你不要讲国外很惨 对于失业的人就是不开心 就像刚刚瑞德哥讲嘛 原本三箱蛋只来两箱蛋 那些人就觉得不开心嘛 所以你要先解决人民 感性上的不舒服 你才用理性的论述 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陈俊宏先道歉 对 去年陈俊宏没有道歉 还说出 我只负责管有蛋 不管负责管价钱 这句话 那时候大家硬的头皮护航嘛 私底下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这样说法不对嘛 可是这就是陈俊宏 第一个先道歉 第二个告诉我们 现在所有措施嘛 先道歉 泡火就少很多 当然是这样的嘛 大家出去工作都知道 我问你 你犯错了 老板问你为什么犯错 你回老板说大环境 你问老板会被臭吧 老板气炸了 你先道歉 第二个提解放 第三个压时间 包括老板 解放在这边 我什么时候可以搞定他 这是SOP 就是任何在工职场上活下来的人的必败技能 这次陈俊宏 像个正常人 还有民进党政府 先道歉 第二个提出非常多 包含稳定饲料钱等等的解方 然后陈建仁的行政院长 特别说三月底可以解决 对不对 道歉 提方法 压时间 这是我们平常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一次是我相对可以接受的 好险 古台办又来救场了 古台办朱凤莲说 每颗弹 台湾加价15块到20块 我第一句是 干你鸟事 就是干你鸟事嘛 没有一个政府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 用政府的机关 去评论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 干你鸟事 我今天媒体我可以讲 因为我们会做 譬如说 我今天日本房价崩了 我们外交部说 请日本的首相好自为之 干你鸟事 对不对 比如说 美国通膨 我们外交部出来说 请拜登 你搞清楚 你的通膨很严重 干你鸟事嘛 对不对 荒谬无至极 所以朱凤莲这样讲 就露线了 是不是他那样讲 国内这边就有人就配合了 对嘛 还没有自己嘛 没有一个国家 有资格去评论 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嘛 第一个 他这样讲话就说 台湾是中国的嘛 所以我可以评论内政嘛 可是尴尬的是 如果台湾是中国的 你国内办 怎么不来稳定物价 对不对 台湾就不是你中国的嘛 你如果台湾这是中国 你国内办 来稳定我们的担价啊 你出钱啊 你没办法 治权就是我们的 主权是我们的嘛 所以第一个干你鸟事 第二个错误资讯嘛 他说加价15套20块 不是说变到15套20块 哪有这么贵啦 加价15套20块是 原本10块 现在变20块 变40块 他说每颗 每颗蛋加价 加 在基础上再加15套20 如果一颗5块的话 他变到20块 哪有这么贵 你说加5块是有吧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讲 但会出问题的政治评论员嘛 1月30号我就说嘛 我在这个本台对面早餐店 吃蛋加价15块 我说多5块这会出问题 可是哪有15到20块 又用错误资讯 所以这个东西反而变民进党东风嘛 对不对 你国内办出手 大家就讲 你国内办不要闹了嘛 所以整件事情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好 你今天民进党政府 道歉 提解放 压时间 那我们就来看三月底 有没有 再来就是瑞德哥讲 你不要今年冬天又搞这一套嘛 今年冬天如果又缺带 还要选举 我还要缺带 然后又同一套 因为天冷母鸡不下单 然后天冷是禽流感 这都不是理由 所以今年冬天不可以再发生 当然蛋的问题 其实有少部分人是买不到蛋 觉得困扰 但是多数人都po出很多的蛋 比如说我家附近的什么超商等等 都是买得到 那特别是呢 有人每天吃到蛋 现在却要出面来道歉 这怎么回事呢 严亚伦就是这样 他说每天都吃到到蛋 就竟然要被骂智障 然后他就说难道他吃是一个幻觉 这样不行吗 所以他今天在脸书 他就说了 他道歉 他说最缺的是我同理心 他说要跟他 因为他的留言被冒犯的人 说对不起 然后也要帮我说话的人 说对不起 老实讲 有更多人就留言了 严亚伦不需要道歉 每天吃到蛋 没有错 买不到蛋的人也没有错 错的人是谁 是谁在那边炒作 谁在那边制造恐慌呢 来一碗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后续效应 其实台湾人民能不能每天吃得到蛋 其实是有机会每天吃得到蛋的 因为以农委会所公布的数字当中 所以我们最低产量是2240万克 这样的情况底下 最高产量是多少 是12万像 12万像是代表2400万克 也就是每一个人 每天其实都可以吃到蛋 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拉回来讲 今天为什么会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 严亚伦就是在跟他讲说 其实不缺蛋 就没有所谓蛋荒的问题 他是在戳这个盲肠 没有蛋荒的问题 今天郭董会民进收兵的问题 已经在哪里 他发现了 他原来所打的是打蛋荒的问题 发现其实真的没有蛋荒的问题 所以他在果决的行动 是郭董的行动 还马上收起来 所以不是果决的行动 是郭董的行动 郭董果决转弯 对 果决转弯 那郭董里头他谈到一句话 倒是真的 他说政府不要解释问题 他是解决问题 确实政府这次展现出来 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态度出来 那解决问题的态度方式出来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中长期的方式 包括那个基色的改变 我觉得郭董你应该站在你一个 想要从政者的高度来看 除了大家在消遣 他说你应该把你的鸡蛋拿出来 他半价 或是他讲一下 他永林农场 他怎么经营他的蛋 怎么经营 他的鸡蛋怎么生的 蛋怎么生的 或者你永林林场 为了解决协助政府解决的问题 我应该增设开辟 更多的水帘密封式的 这一个养鸡场 来带动示范 台湾的养鸡产业的一个转型 就从政策面解决问题的态度 这应该符合郭董 过去的作风 就像BNT少的时候 他说要进口 BNT同样道理 可是他没有去处理 这一块事情 他急于什么 建好就收 他声量有了 就结束了 郭董要下令 永林的话母鸡赶快增产 赶快增产 这有够霸气了 这样才有霸气 对所以他基本上 应该这个时候 他要展现说 他做一个从政者 想要解决问题的 一个可能的方式 创造他这种正面的声量出来 可是没有 他建好就收 可是你看到他蛋换问题 他结束了这个议题之后 可是后面跟进的是谁 后面的跟进是国民党 后面跟进的共产党 他们在炒作什么 他们在炒作淡价的问题 其实真正目前遇到了 民众遇到问题 其实是淡价问题 真的不是 这个淡荒的问题 我拿一个数字给大家看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淡价进口的部分 很清楚 在去年的部分 平均的淡价 鸡蛋进口 在112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进口了 5103万颗 比较前年 110年是965万颗 也就是去年 我们就增加了4000多万颗 来解决这个淡荒的问题 因为政府随时都要进行 那今年是不是也进口 今年进口 最近进口500万颗 从澳洲进来进口500万颗 把原来是国内生产的鸡蛋 要送到加工品的 拿来饭市面贩售 这就是一种横向的一种 调度的一种方式 就解决了所谓的 可能淡荒的问题 今天真正的问题 其实是淡价的问题 所以你看 国台办要下指导期 你民进党要关切 这个民生问题 要回应民生诉求 老实讲干你屁事 说实在的 拉回来讲 真的 他看到了所谓 加15块20块 他可能看到郭董了 200多块那个价钱 他可能看到郭董的价钱 才有那么高的价格 否则的话 一般的淡价 根本不是那么高 可是淡价高 当然民众当然不愿意 我认为淡荒的问题 是中长期的问题要解决 可是淡价 却是让国民党跟共产党 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他们开始转向 是朝向淡价 可是淡价基本上 是不是应该这么高 做不到来干嘛 讲一大堆还耶语 还耶语 还讲这一大堆 结果选完了以后 民进党照做 我若选了 我北北地条都不是我的民进党 我照做 照做以后国民党还有脸出来讲说 他们是从善如流 意思是那时候我建议的 我做的嘛 1200块月票 跟你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厚脸皮出来讲说 是从善如流 笑死人